满朝大臣面面相去 也许是畏惧于蒋南风的淫威 也或许是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都见墨不言 只有张华、裴伟表示反对 认为太子应当不会做出这种糊涂事 哪有人靠着一封信谋反的 他们要求把这件事 交给廷尉调查 认真仔细审理之后 再结案 双方态度都很强硬 僵持了一天 蒋南风率先妥协 他放弃了杀人的诉求 选择废掉司马玉的太子之位 幽禁在金庸城 不久又幽禁于许昌 但是废太子的后续影响还没结束 司马玉此时只是被废 还没有被杀 八王之乱中的第三王 司马伦登台了 司马伦是老乌龟司马懿先生 在老乌龟一般的年龄生下的第九子 而这个司马伦 也致敬了自己的老乌龟父亲 在自己老乌龟一般的高龄 模仿老乌龟父亲的事迹 早起反来了 司马伦也是贾后党的一员 当前的职务是右军将军 简言之他手里有兵 禁军的兵 他手下有个智囊 名叫孙秀 这个孙秀会向我们展示 什么是毒事 为什么阶级固化之后 底层人士一旦得势 就会乖张凶狠泯灭人性 为什么自此以后南北朝三百年间 底层人士只要身居高位之后 大多数都会像孙秀一样银狠 孙秀给野心家司马伦说 我跟你分析一下形式 首先 太子只是被废了还没死 以后万一有一天太子复位 我们这种老牌贾后党 肯定会被太子报复致死 其次 贾后党这个身份也靠不住 就算太子不复位 但是贾后废了太子的行为 引发了政治动荡 我敢打包票 将来一定有人出手整死他 到时候他一覆灭 我们也得一起玩完 最后我的建议是 尽快促成贾后与太子党的活并 让贾后杀了太子 然后我们以残害储君的名义启示 杀了贾南风 这样不仅能把我们的死局走国 甚至还有可能更进一幕 司马伦和孙秀的计策很毒 也确实很妙 但接下来他们的行为更毒 进军中的兵力部署 就不在这分析了 但有一点务必要告知大家 太子是有自己的亲兵的 而且数量在进军中可谓绝对庞大 有一万人 太子被废之后 东宫军队方面的头头脑脑 很快就行动起来了 为了给太子平反而上下活动 四季出击 很快他们就找到司马伦 请求为太子证明推翻甲后 独治孙秀开始出招了 一方面 他让司马伦答应太子党的 司马雅徐超等人 拍着胸脯说 如果你们起兵诛杀贾南风 我一定响应 另一方面 把太子党的动静率先 泄露给贾南风和贾密 让贾后党感受到空前的威胁 促成贾后先发制人 杀死太子的局面 果然贾南风落入了圈套 开始准备动手杀人 而他的那个聘头 太一成俱 则是赶紧加班加点的做毒药点心 挖斗丸子 而太子的死也很委屈 随着贾南风的一封密诏 传至许昌 贾后党开始策划毒杀太子 司马玉只是贪玩并不傻 他一直以来都怕被别人悄悄下毒 死于非命 因此自从被废之后 他都是自己做饭吃 负责杀人的孙律 左等右等 一直等不到太子放松警惕的时候 于是直接发狠把司马玉关到小屋里 撬开嘴巴灌药 司马玉不从 大喊大叫往外跑 动静闹得满大街都能听见 随后孙律在厕所里追上了司马玉 紧接着用药杵 狠击司马玉 司马玉就这样 被活活打死在了厕所 老爹贾冲当街杀天子曹毛 女儿贾南风当街杀太子司马玉 满门中烈了属于事 随着贾南风杀死幽禁在许昌的司马玉 许昌这座城又添冤魂 事后贾南风自以为无事 还在表演着打一巴掌给个密枣的政治把戏 因为太子已经被废死 所以应当按照平民之理下葬 贾南风为了向朝野示好 还假惺惺的定调子说 要以广陵王之礼安葬司马玉 但是贾南风的大错已经酿成一切都晚了 事情果然像孙秀策划的一样 贾后诛杀太子成为现实 随着太子的罹难 司马伦孙秀的计划马上开始启动 四三之夜 政变又又又开始了 元康十年 四月三日夜三更 司马伦发动政变 他召集进军三部司马 缴照宣布 贾南风假密杀害太子 奉皇帝命今晚行动废除甲后 你们三部司马的进军必须从命 接受调动 不然宜三足 不得不说 司马伦的准备真的很充分 司马伦自己率领的是进军北军 同时联合了太子党的军队 拉拢了自己八哥梁王司马荣 及领军将军的部队 还要挟了最具战斗力的前驱 游击强弄三部司马 颇有他老爹司马懿先生 发动政变时候的影子 随后司马伦裹挟着进军首领 向大内进发 这次政变要比以往更加缜密 司马家的野心家在政变上 已经快玩出花样来了 首先 司马伦找了宗世王成长子 派齐王司马炯进攻抓人 其次派洛修把皇帝接到安全的地方 控制住最大的护身符 第三 向贾南风宣布了废除命令之后 把他幽禁在剑矢殿 形成贾后党群龙无首的局面 第四 把贾后党的赵灿 贾武等骨干 抓到刑讯师拷问 搜集口供 准备清算 最后 司马伦这个老畜生 趁机铲除一击 手段血腥 他连夜宣称要召开紧急会议 把帝国中央的几个班子成员 揪到大殿上 当场宣布罪行 当场斩杀 司空张华被杀 家族 以三族 世中裴伟被杀 十年三十四岁 御史中成 谢姐 光门狼 杜斌等 一同被杀 本来司马伦还想把 裴伟的两个儿子都杀掉 被中人拦下了 那么 为什么司马伦要把 张华裴伟及其家族 赶尽杀绝呢 原来呀 是当年司马伦 给人家要官 被张华裴伟拒绝了 于是今天一招得势 司马伦要杀人满门 再看贾能锋这边 这边开始了 希望司马炯 进攻抓捕贾能锋 贾能锋看到司马炯后 十分的惊恐 问 你来这里做什么 司马炯回答 又赵命废除皇后 贾能锋都被欺笑了 说 皇帝所有的诏书 都是我办公室发出的 我没发你哪来的诏书 随后又问司马炯 启示的是谁 司马炯如实回答 说 是赵王司马伦 梁王司马戎 贾能锋一想到 这俩人都是跟着自己 混贾后党 自己对他二人判断失误 导致今天被反叛 于是像认栽了一样说道 拴狗要拴狗脖子 我却抓住了狗尾巴 如今被豢养的鹰犬反杀 我活该呀 贾能锋被押走的时候 路过了被控制起来的 傻皇帝司马中 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 贾能锋是否真的爱过司马中 但是贾能锋自知必死 于是拼尽全力 向傻老公喊道 傻老公 以前有我护着你 现在我被人废了 你也就快被人废了 自己多保重 最后 贾能锋被幽禁于金庸城 不久被独酒赐死 同党一散足 司马中如果有智商 一定会感到无尽的气凉 老爷 陆尚书氏杨骏被杀了 爷爷辈的府中大臣 司马亮被杀了 儿子司马玉被毒杀了 现在老婆贾能锋也被杀了 此外五弟一朝仅存的几个能臣 诸如杨瑶 魏冠 张华 裴伟 也都先后死于政变了 可以说 到贾能锋覆面为止 司马中彻底成为孤家寡人 完全被人玩弄于鼓掌 西晋政权崩塌 也进入倒计时了 总结一下 贾能锋杀太子这个决策 是最愚蠢 最危险 也是最后患无穷的举动 直接导致了八王之乱 开始不受控制 整个国家走向了剧烈动荡 最终导致了西晋的负面 太子一死 惠帝又没有别的子嗣 胸中弟籍的传统 让所有皇子王都开始 蠢蠢欲动起来 当年 景皇帝司马师没有子嗣 皇位传给了弟弟司马昭 现在孝慧皇帝司马忠没有子嗣了 我们这些藩王 有没有机会成为皇太帝呢 如果有机会 那么现在台上那个老乌龟司马伦 又有什么可怕呢 他不就是自己整了一套配置吗 什么史池杰 大都都 都中外出军事 15河流跟真的一样 我们大进 从当初篡权开国的开始 就专门弄这样的人 魏国的那个曹爽 王陵 冠秋简 八年前的那个杨俊 魏冠 司马亮不知道比你高到哪去了 不一样都被打倒了吗 你司马伦 又能笑到什么时候呢 不过 话说回来 杀太子这个决策 无论蒋南风 有没有受到司马伦 尊秀的影响 他最终都会杀掉司马玉 按照他的形式风格 司马玉惨死 是必然的 为什么 因为就在不久前 太后杨旨也只是被废为庶人 还不是一样 被蒋南风受益 给活活饿死了 在金庸城 贾南风送走了婆婆养旨 爷爷辈的司马伦 送走了孙媳妇贾南风 后面 还好有谁 命丧金庸城呢 最后我们来补充一个小故事 在贾南风设计灌罪司马玉 并且让他抄写 造反住词那一事件中 其中 有很多的细节 都出自司马玉留给自己老婆 太子妃的遗书 这个太子妃 名叫王汇丰 就是上文说到的王衍的小女儿 当司马玉还在遗书里保全王衍女儿的时候 王衍却已经跟他划清了界限 在司马玉出事之后 王衍要求女儿王汇丰赶紧跟司马玉离婚 别牵扯我们王家 所以说啊 王衍这种小人 难怪十几年之后 杰族首领石乐抓到他 最终决定用板砖把他拍死 难怪五十年后 环温北伐 看到神州路沉中原百年废墟仍然要骂他 王衍罪则滔天千古罪 而那个原太子妃 王汇丰 在王衍要求他离婚的时候 却选择了有制有节 他拒绝了父亲无情的要求 大哭着跑回太子府 路上行人看到 都为之剃留 更令人心情复杂的是 后面永家之乱的时候 王汇丰和傻皇帝的第二任皇后 杨献荣一同被俘 声当乱世 我们无法站在他们两个人的立场 进行所谓的价值评论 我们所知道的是 杨献荣为了生存 选择了再嫁凶农人刘耀 而王汇丰却选择了壮烈的死亡 他说 我是太尉之女 是皇太子妃 可为一而死 我也胡所入 随即便被胡人杀害 拜拜